龙涛中的第六篇 立军讨论的就是如何鼓舞军心士气 太宫主张若要鼓舞军心士气 就应该从李、立和止玉这三方面着手 且看武王与太宫的对话 我想让全军将士都能做到 攻城时争先恐后的登城 也战时争先冲击 听到退兵的号令就愤怒不已 听到前进的鼓声就欢喜高兴 怎么才能做到这样呢 将帅有三个克敌制胜的要领 请问具体的内容是什么 身为将帅能冬天不穿皮衣 夏天不用扇子 雨天不张散棚 这样的将帅叫李江 将帅不能以身作则 就无从体会士足的冷暖 穿越险要的关爱 在泥泞的道路上行军时 将帅一定要先下车马步行 这样的将帅叫做立江 将帅不身体立行 就无法体会士兵们的劳苦 军队速赢就训 将帅才进入自己的宿舍 军队的饭才做好 将帅才开始就餐 军队没有举火照明 将帅也不举火照明 这样的将帅较之于江 将帅不能克制自己 就不能体会士足的机宝 如果将帅能同士兵们 一起经历寒暑 毛苦和机宝 那么全军兵士 在听到前进的鼓声时 就会欢喜高兴 听到退兵的号令 就会愤怒不已 攻打高城深池时 即使面临见识如雨的危境 士足也会争心恐后 奋勇登城 进行野战队 双方刚一交锋 士足就会前仆后继 勇往直前 士兵并不是天生喜欢送死 乐于受伤 而是由于将帅 关心自己的冷宛和机宝 提须自己的劳苦 因此深受感动 而甘心报效 是非好死而乐伤也 为其将之寒暑 机宝之神 而见劳苦之名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